OK 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後倒數六週這段時間練什麼 那其實我在台北馬準備到最近的週期 幾乎都是在做有氧相關的課表 嗨 大家 我是Jerry 我們今天算是久違的訓練紀錄日常 倒數台北馬的時候大約只剩下六週的時間 然後我現在人來到了身後 就是台大田徑場 那我今天準備在這邊執行一個課表 所以想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陣子訓練以來的狀況 然後以及我今天課表的目的 還有等一下要跑什麼 OK 我們去放個東西 OK 有了嗎 有 OK 抬上麥克風 OK 我今天這支影片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以來的訓練狀況 跟今天準備要執行的課表 那其實現在已經距離台北馬剩下六週的時間了 唉 邊坐邊講 等一下熱身 而續那時候習慣有兩罐水 一罐是平常自己喝 一罐是加一些運動飲料 然後我滿喜歡這個 Amino Vital這個粉 它裡面是BCA跟一些 電解質相關的補給 可是台灣沒有賣 從日本買回來的 OK 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後倒數六週這段時間練什麼 那其實 我在台北馬準備到最近的週期 幾乎都是在做有氧相關的課表 前面大部分都是慢跑 然後我在上個禮拜週末也做了第一次在這個週期的長距離 也就是30公里 那其實以30公里來說 我的數據 我個人認為是已經有恢復到 我預期的水準 就是30公里跑5分數 然後平均性率大概是144下 所以我覺得以有氧來說是還滿可以的 但當天除了心裡覺得很厭世之外 腳感或是疲勞程度其實沒有太大的影響 甚至我在最後5公里還有稍微加速到4分半 所以以有氧端來說 我個人認為在這個週期算是準備的還OK 那接下來剩下6週的時間 就會開始加入比較多的比賽配速 然後還有一些間歇訓練刺激最大上量 那今天的課表要執行的是800公尺8趟 那每趟的秒數是跑400公尺82秒 大約就是3分30秒左右每公里的配速 那今天的目標 建修是2分鐘 希望可以跑完 因為這個強速對我來講是滿累的 然後所以今天有特別帶來另一雙比較暴力的 就是這個 Wave Rebellion Pro 我個人認為在跑間歇的時候 拿它來用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它的抓地力很好 然後在跑前進場的時候 又有一定程度的推進效果 所以我滿喜歡拿它來跑間歇的 先稍微吃個果膠 但還是要稍微跑個3公里熱身一下 再開始今天的訓練 對啦 前陣子很多人問我新吃的這個是什麼東西 它其實就是以前吃的紅色果凍加藍色BCA的Pro的這種粉 然後新調成的一個叫Super Sport 我自己滿喜歡它的口味 清蘋果味 OK 我們就稍微動一動熱身一下 然後等一下跑3公里熱身 再開始跑今天的課表 現在是下午大概4點半 天氣覺得算是涼爽 但也沒有很涼啦 大概28度 動一下 這相機很強耶 我走到哪他都會跟著我 你是不是覺得相機後面有人在拍我 其實沒有 今天很厲害的是 我拿的是這台 錄給大家看 你看我現在走到哪 他就會拍我到哪 他會跟著我轉 蹲低 上台 蹲低 很強耶 他會一直跟著我拍 錄給大家看一下 他在拍的畫面 轉過來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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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強的 這隻就是硬材360的flow OK 跑完了 準備一下等一下來跑 今天先訓練 OK 最重要的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夥伴 有沒有看到我剛剛在拍攝的時候 其實都是自己拍 但相機會跟著我跑 沒錯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台 Insta360 Flow 這台相機很厲害的地方呢 就是他的這個 自拍功能跟追隨功能 我覺得是非常厲害 像我剛剛放在地上 然後我只要開啟它的智能跟隨 我只要把手舉起霧 它就會從頭到尾發到我的臉 然後不會不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OK 第二個來跟大家展示一下 它很厲害的地方 在我手上如果說需要自拍 然後只有這個穩定器的時候 第一個我當然可以這樣穩定跟隨 可以讓畫面變得更好看 那第二個是當我把這個手感拉開來 然後這個時候呢 它就衍生變成一個超級好用的自拍感 我就可以像這樣 直接輕鬆自拍 它就是一個非常萬用的穩定器 但如果你想要用這樣自拍的方式跑步 也是可以的 它還是可以像這樣錄影 我一樣可以像這樣設定 邊跑邊自拍 它就可以像這樣持續跟蹤在我臉上 這個時候畫面就不會不見 它就可以一直咬住我的臉上的膠 然後如果說你真的想要畫面更清楚 你也可以用後鏡頭來做一個拍攝 像這樣就是一個 我自己非常熱愛的一個功能 那用完直接這樣收起來 最重要的是它超級輕便 它如果幫手機拆下來之後 它的收折超級小 展示給大家看一下 只需要這樣輕鬆縮起來 它最小的模式就是這樣 看 跟一隻手機一樣大 就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存在 像我現在到哪幾乎都是背著它 因為畢竟有時候你就真的會有一些自拍需求 旁邊剛好沒有人 像今天的拍攝 從頭都我一個人 這個時候就需要有像這樣的自拍感 我只要輕鬆打開它 把手機像這樣吸上去 瞬間 你的手機就成了你的自拍感 就完全不需要靠人家幫忙 隨時可以隨時隨地拍完 然後很厲害的是 最近很流行的 像直視影片橫視影片 你也可以輕鬆的這樣按兩下 有沒有 功能超齊全 這台Insta360 Flow 現在在雙11之前 有優惠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趕緊點點消防資訊完結 OK 講那麼多 我要看MENDER今天的課表 800公尺 Let's go 好 OK 大概就是我從台北馬開始訓練到現在 已經倒數剩下最後六週的時間 那我從前面的大部分有氧 到現在做了比較多的強度練習 加入間線訓練 然後到下個週期開始 準備開始調整到比賽配速 可能T強度 A強度 比較長距的建修越來越多 那這大概是我準備台北馬這個週期以來 比較接近目前可能是最大量的時候 畢竟上禮拜我才跑完30K 這禮拜要跑渣打馬 下週還要再跑一次30K 哇 光是用想的就覺得 哇 真的是非常辛苦 那我相信在準備全馬的大家也都一樣辛苦 但倒數最後六週了 這六週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想辦法撐過去 不要現在就放棄 不然前面的努力就都白費了 那最重要的是 這段期間的訓練量變大 大家還是要注意你的放鬆跟恢復 這個時候的放鬆特別重要 如果你的腳啊疲勞 可能持續累積到現在 對於你的訓練一定會有一大程度的影響 那這樣對於表現就會有很大的程度 是會有受傷的可能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自己的放鬆跟伸展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之後分享到這邊啦 希望帶大家的幫助 OK 最後大家不要忘記 現在Insta360雙C優惠中 像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就是Insta360 Flow 還有X3或是Go3 對於在拍攝上都是非常 很好幫助的一個夥伴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也趕緊點訂閱下方的支援欄節喔 我是你的家人隊 若喜歡我們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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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拍片 MING PAO c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